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倒头饭 在一个地处偏远的村子里 那儿啊,还用着传统的土葬 所以历代传下来对于死者身后的事的操办啊 就有着诸多的规矩与禁忌 今天的故事呢,讲的就是倒头饭 就是这禁忌当中的奇异 说是这年冬天的雪啊,下的特别多 他白矮矮的把小山村映得显得清冷与寂寥 一声禁思于嘶吼的声音 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你个老不死的,都这副德行了,还穷讲究 刺耳的辱骂声让村子里边听到的人呢,为之动容 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张阿婆那个不孝顺的媳妇又在发表 说起对张阿婆的为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不大的小村子里边也算得上是一强人了 丈夫在儿子不到三岁的时候就死了 张阿婆为了儿子,那硬是拒绝了很多人的提亲 一个人忙里忙外的养大了儿子 也可能是因为一直生活在阿婆的过度保护之下 成年之后的儿子啊,双子,性格上有一些懦弱 这没成家之前啊,一切都听张阿婆的 日子虽然说过得不富有 但是这让张阿婆打理的也可以说是井井有条 后来双子成了家 这媳妇性格自私强势 成家没多久 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揽入自喜名下 开始在家里边作威作福 说一不二 那双子是一个连大气都不敢喘的人 要强的阿婆呢 又只能叹息 好在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还算是硬朗 为了避免跟儿媳妇之间的冲突 让儿子中间为难 六十多岁的年纪 独自一个人搬到了荒废很久的老院子里去住 虽然说这房子老旧了 但是没过几天 就让这张阿婆收拾的干干净净 张阿婆爱干净 她在尊子里边是出了名的 就这么着分开着过 倒也是相安无事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冬天的时候 张阿婆去村边的山上拾柴 以备着冬天用来取暖用吧 可没成想的事从山上摔了下来 还是有村民路过发现了 这才招呼着霜子赶紧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也是雪上加霜 检查过程当中竟然意外的发现老人得了很严重的病 也就是晚期 实质无多了 这霜的媳妇听完了之后 就让张阿婆出院 说是啊 回家里边去疗养去吧 其实大家伙心里边都明白 他这是不想在老人身上多花钱 张阿婆回到了家 被霜的媳妇安置在院子里一个空的厢房里 冷冷清清的屋子 这让人看得直心寒呢 霜子有心拿床新被子 却被媳妇的一记白眼给吓了回去 无奈 只给盖上了从老院子里拿来的那套破被褥 这张阿婆因为身上有伤 又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结果这病情恶化的很快 基本上每天只能靠着流石来维持 但是摊在床上 生活不能自理啊 这铺盖上难免就会很脏 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 这干净了一辈子 实在是不想就这样 于是就想让儿子跟儿媳妇 把自己那脏了的被褥给洗洗干净 可是却招来的呢 是一顿的呵斥 看着自己没办法动他的身子 张阿婆老泪纵横 这心里边也知道 自己这时间也不多了 他只不过是想走得体面些 干净些 可就是这小小的心愿 怕也是做不到了 这天早上起来 张阿婆的精神好像一下好了很多 还能坐起来了 他就来了霜子 说呀 已经很久都没吃过米饭了 就想吃上一顿米饭 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嘛 双子连忙的给端了碗米饭过来 匆忙今复竟忘了给拿筷子了 正准备着去拿的时候啊 媳妇竟然叫他去干别的事 结果这一打岔 他就把母亲拿筷子的事给忘了 这张阿婆等了好久 没见儿子过来啊 于是就叫了一声 门帘掀起来 站在门口的却是双子媳妇 于是他只能把刚刚的话又说了一遍 于是就传出来那句话了 说啊 老人穷讲教 进屋拿了双筷子 隔着门帘就丢进去了 等双子干完活回来 已经是下午了 他叫了两声拉 没动静 进去看的时候 张阿婆已经死了 床边上还放着那碗没冻过的米饭 还有地上的两只筷子 这小山村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那就是人死了之后 要在家里停灵三天 然后再下葬 家人要准备一碗夹生的饭 上面插上一双筷子 这也就是倒头饭 这意味着呢 倒头了 只在人间已经结束 让死者去黄泉路上能吃饱饭 而这筷子还有另一层意思 那就是打狗棍 传说啊 在黄泉路上会有恶狗或者是恶鬼来欺负 这筷子不光用来吃倒头饭 还可以用来驱赶这些东西 这张阿婆被停放在生前的那个屋子里 虽然看不上双子两口子的作为 但张阿婆为人不错 所以她的身后室也有不少的村民过来帮忙祭奠 这有了上了年纪的人就指挥着一些习俗上的事 双子媳妇准备了倒头饭 有人就让她插上筷子放到张阿婆的头前 双子媳妇的心里边不乐意啊 更可以说是呢 她有点害怕 害怕停放在那的张阿婆 这离着很远啊 就侧着头 把那晚饭放到了头前的小桌上 然后起身就离开了 连这没插好的筷子掉了一边 也没注意 转眼就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双子在守灵了 而双子媳妇早就回屋去休息了 结果睡到了半夜 双子就被她的叫声给清醒了 进屋一看 媳妇竟然跪在那磕头 嘴里边还不停的念叨着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不给你拿筷子 我是罪人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双子连忙上前去叫她 她似乎才清醒了一点 她在嘴里边还说呢 双子 娘要害我 她没吃饭走不动路 被狗咬了 是我没给她筷子 她没办法吃饭走不动了 她说这话语无伦次的 过了很长时间又昏昏迷迷的睡了过去 双子只当她是做了个梦子 紧接着又去守灵 到了第二天天亮 来帮忙抬棺下葬的乡亲们都过来了 大家伙忙着一应事宜 却一直不见双子老婆 这活着的时候你说没孝顺过 死了不来老人也清静 大家伙也没在意 就这样 棺材顺利下葬 大家回来的时候天都大亮了 进了院门却看见双子媳妇直直的跪在院子里 嘴里边还在念叨着什么 也听得不大清楚 而且呢 还不时的对着西边磕头 就这样 双子媳妇莫名其妙的疯了 可是村里却没有一个人通情她的 后来她总是往外边跑啊 最后啊 人也找不着了 直到如今 是死是活啊 都不知道 故事讲到这儿呢 就算是结束了 可能会有人说了 这是张阿婆的抱负 才会有了恶报 但是我觉得 更多一点的这是人心吧 鬼是在人心 滋眼出来的 那就一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好了 这就是倒头饭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陈默